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己安排了 有信封 找人司机上来拿 安排好了 安排了一天 结果就爆风球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人算不如天算人生都是这样的 就好像我另外一个网友 今天上来买东西 我跟他全家人都熟悉的 跟过去马来西亚 Ben 你也认识的 他的弟弟 坐巴士的一个就移居到英国一段时间了 其实所谓一段时间两三个月 他的弟弟 网友给我看一张照片 他的弟弟的儿子 因为他弟弟早晚了 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去那七天而已 已经沟了一条鬼妹了 她们家庭聚会 而且鬼妹很棒 鬼妹也很棒 很棒 不是很漂亮的样子 七天还要参加家庭聚会 家庭聚会 吃火锅 这么快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很奇妙的 此地不留人才有留人署 好了 我真的想说一下 空姐牛肉饭这件事 我有很多网友 律师 大律师 甚至在律政署做的网友都有的 你们可以有时间的话 不需要长篇大论教我 上海来买东西就指点一下我 假如有谋误的话 最重要是上来买东西 这个空姐牛肉饭应该很认识它 那些旧产品 上个星期出的旧产品 我跟你说 我啤梨频道出过这么多种食物之中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真心说 真是很好吃 如果你说大班楼 亚洲第一 世界第十 其实我们这个叫小班楼 什么都好 真是赢在食材 但是你问我这么多种食品出的食品 其实我买的东西都很满意 我买的东西都很满意 你说真的要我计算性价比 其实八爪鱼 虾 或者花枪 我是很满意的 其实每个都很满意 但是花枪我真的很满意 因为性价比太高 我是花枪和光包 也是的 性价比太高 因为我昨天出去看过我们的花枪 你真是最便宜的 二三千元一斤 十六头 这些黄花枪桶 OK 那算一算 你只买两个枪桶 你也要三百多元 现在我买二九八 还有那个包汁 吃过的朋友 上个星期买到的朋友 应该立刻回来十包十包的买 是十包十包的买 好了 现在我们播出一条片 我看了一些声音 因为声音比较老套 大陆音乐 我们看看这个花枪 是怎样容易处理 记住 因为我是用真空高温消毒的 你们不用放冰箱 就这样放在外面 都可以放一年半载 下一批货我就印正了 入口 布正了关 OK 那 你们说我真是害怕 你可以放在冰箱下面那里 不是放冰箱 就是放蔬菜 可以 但是不用了 就像那些罗宋汤 就这样放在那里 那这个花枪 究竟有多大一条 切出来 真的完全没有渣 一点腥味都没有 OK 我们先看一条片 本身水滚 整个花枪放进去 滚五分钟 剪开袋 很快 不用扣 直接倒出来吃 这汁多浓 你看这汁多挂 是挂汁的 我给你 一只都百多克 你自己算了 两只 有多大 卷卷 你看这里 我们切开这样 很合理的大数 也有十九 你切小的那些 其实可以有十二 这个是泉仔 泉哥 这个我跟大家说 我也很敢说 你们做不到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饭 我把盒子都引起 整理了 因为 我真的要像某军说 海尾要颠覆这个市场 你追到看到我的车尾 就当你赢了 好了 我今天表现了什么 正所谓 鲍鱼 干鲍 其实我有很多鲜鲍鱼 我都打算做 但是 我说我不买了 即使我今天吃过 我今天吃了十几天 鲍鱼神祖流流 真是试吃 我们是买干鲍 很难回头 吃干鲍 OK